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喜欢记得帮忙点赞订阅评论,这期继续分享第71篇。 还这么大火气,怎么了,还生气呢? 郑小爱,那天我是不是再去晚一点,你们俩就开始了。 能不能不提这事,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我都到了无数次前,你还想我怎么样,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没错。 我是怕她,但是你能给我足够的保护吗?你要是敢和她真刀真枪地对着干,我至于那样委屈求全吗? 郑小爱也是满腹的委屈,满以为在这里能得到丁长生的原谅,但是这个小心眼的男人一直抓住这是不依不饶的,自己何苦来在,还不是怕给她惹麻烦。 可是这个愣头青居然这样不理解自己的苦衷,她以为蒋文山是那么好惹的吗?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我已经做的,还有正在做的,还有将来做的,都会让她付出惨重代价。 我要让她知道,欺负我的女人的代价,但是郑小爱,你也是一个官员圈子里的人。 应当知道,官场有官场的斗争规则,这里不是混社会的,动不动就是拿刀子拼命,这里也拼命,只不过,这里是表面上一团和气,但是背地里下刀子,要多狠有多狠,很快。 很快你就会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 说这些话时,丁长生几乎是要咬着牙,每一个字都好像是从牙缝里印挤出来的,所以见丁长生是多么的愤怒。 小丁,我知道,我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以为你不会在乎这些的,但是事实上,你一直很在乎。 我错了,好不好,原谅我,我知道你是理解我的苦衷的。 郑小爱低着头,坐在丁长生病床的床沿上,看上去也就是坐了半个屁股,真是一副受气小媳妇似的。 你走吧,让我们都先冷静一下,你也说了,我现在给不了你想要的安全感,等过了这段时间,等你认为我能够保护你时,你再过来找我。 我不希望我的女人生活在恐慌中,更不希望她脚踏几只船,走吧,我累了。 丁长生向后一样,再也不理坐在床上的郑小爱了。 郑小爱看着丁长生的样子,心里异常地委屈,想想和这个男人自认识以来,还真的没有见过她这么生气呢? 郑小爱一边哭,一边向周红艳的办公室走去,这个时候连口罩都被她退到了下巴下面, 这个时候,她也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其他人,她就想找个人抱住痛哭一场,没有留意到前面一个男人看见她时惊讶的表情。 当然了,这个男人就是谭大庆,她不动声色地跟在郑小爱身后,此刻的她好像是发现了新大路一般。 只是她搞不清楚为什么郑小爱会在晚上以护士的面目出现在医院里,难道是兼职?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可是郑小爱居然进了护士长的办公室,谭大庆不可能跟进去看看。 一来都是在湖州这个不大的地方的官员圈子里,郑小爱说不定认识自己。 二来,以郑小爱的身份,应该知道自己和蒋文山的关系,这样一来很容易引起她的警觉。 于是谭大庆看了看周围,这个时候医院里人已经不多了,于是她贴到周红艳的门上,想听听里面说什么呢? 怎么了这事,又谭崩了。 周红艳一看郑小爱哭哭啼啼地跑了进来,就知道肯定又闹矛盾了。 太欺负人了,我都那样求她了,她居然还骂我,我真是不明白,她就为什么不懂我的苦心呢? 我这是为她好,我也是怕连累她呀。 郑小爱抽抽烟烟地说道,可,你怎么这么孩子气? 她是个孩子,你也是孩子啊,她心里一定有口气,她不找你出,找谁出? 那也不能没完没了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走了,谢谢你。 听天由命吧。 郑小爱无限落寞地说道,慢慢将身上的护士服脱下来,递给了周红艳,跨起自己的小包,准备离开了。 在门外偷听的谭大庆迅速离开了护士长办公室的门口,躲进了旁边的一个厕所里。 小丁,哪个小丁啊,但是不论怎么说,这个小丁肯定是郑小爱刚刚去见过的那个人,那由此推断,打晕讲书记的也有可能是这个家伙,只是这个小丁是谁呢? 谭大庆一边撒尿一边想到,出来洗手间洗手的时候,正好见到旁边一个小护士也在洗手。 护士,我问一下,我有个姓丁的朋友在这里住院,我抽时间过来看看他的,他关机了。 他住哪个病房?姓丁的,是不是一个年轻人?嗯,是啊。 谭大庆答道,哦,你说的是丁秘书吧,出门左拐,走到头就是了,那里安静,就那一个病房。 小护士以为是有人来看丁长生的呢,很热情地指引着。 听小护士这样一说,谭大庆恍然了,原来是他,丁秘书,丁长生,你可真有本事。 居然把市委书记的女人给给睡了,还敢打市委书记,你真是有能耐啊。 想到这里,谭大庆不禁笑了。 这样的话,他倒是不急了,慢慢悠悠地夺不到丁长生的病房门前。 还没进门,就听到身后有人问道,同志,你是哪位?丁秘书已经休息了,你还是明天再来吧。 谭大庆转身一看,见是一个身材很高很壮的男人,手里提着一个暖水瓶,看样子是伺候丁长生的。 嗯,是这样的,我是市公安局的谭大庆,有急事要见丁秘书,所以,请安排一下吧。 市公安局的? 那你等会吧,我去问问。 杜山葵不明所以,但是又怕耽误了事,所以提着暖水瓶进去了,这个时候丁长生还没睡,只是刚刚将郑小爱撵走,心里也是空落落的。 丁,市公安局有个叫谭大庆的要见你,被我拦在门外了,你看要不要见。 杜山葵将热水倒在了盆子里,准备等水温好了,给丁长生擦脸用的。 谭大庆,他怎么来了?我和他好像是没有什么交往吧。 丁长生嘀咕道,让他进来吧,人家是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这点面子还能没有。 不一会,谭大庆夹着一个包进来了,看到了躺在床上的丁长生。 丁秘书,没打扰你休息吧。 谭大庆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他自以为拿住了丁长生的死穴,虽然蒋文山即将离开湖州,但是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捏死丁长生。 所以,谭大庆肆无忌惮地笑着。 没有,谭副局长,算起来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不知道这么晚了,谭副局长有什么紧要的事,要找我谭。 丁长生一口一个谭副局长,将谭大庆的身份地位点得很清楚,这让谭大庆很是恼火,但是现在还不是发火的时候。 谭大庆没说话,只是看了看身后的杜山奎,说道,有些事,我想和丁秘书单独聊聊。 没问题,随即向杜山奎看了一眼,杜山奎就走了出去,关上了门。 谭副局长,你喜欢站着和人说话吗? 坐下吧,你这样让我很不好意思,我不站起来也就罢了,还躺在这里,而你站着,这似乎不公平啊。 谭大庆还是那副德行,但是这一次堂而皇之地坐在了丁长生床前的一把椅子上。 丁秘书,你这几天到过一个教育府院小区的地方吗? 这算是私人问话,还是代表公安局问话? 丁长生反问道,嗯,算是私人问话吧。 谭大庆犹豫了一下说道,哦,那我可以选择不回答。 丁长生机智地答道,同时他的心里一震,难道谭大庆已经发现了什么了? 要说,从自己这里发现踪迹,应该是不太可能,可是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 难道是跟着郑小爱来的? 嗯,当然,但是要是你不说的话,也许换个地方你会说的。 谭大庆收敛了笑容说道,谭副局长,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以为就凭你? 丁长生不屑地说道,好,你好,咱们走着瞧,我告诉你,这件事还没有人知道,蒋书记被人打了,我就是受蒋书记的委托才秘密调查这件事的,我希望当事人可以主动找我自首,否则的话就会进入法律程序。 丁秘书,你不希望这件事越闹越大吧? 谭大庆冷冷地说道,嗯,这个问题很好,而且你也猜对了,虽然我不是个惹事的人,但是也绝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哼,讲书记,好大的官啊,对了,谭副局长,我刚才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哪里? 丁长生画风一转,从这件事上转移到了另外一件事上,不记得,我可没有丁秘书这么好的记性。 谭大庆不动声色地嘲讽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还没有调来湖州工作,是在白山道湖州中间的一个荒郊野外。 在那里,我救了一个女孩,她叫顾小萌,谭副局长应该记得吧?她是咱们湖州的组织部长顾青山的女儿,我记得当初是谭副局长带队营救的。 虽然去得晚了点,谭副局长,想起来了,丁长生问道,嗯,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了,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丁秘书,这好像和蒋书记的是没关系吧? 谭大庆问道,和蒋书记没关系,但是和你谭副局长可是关系大大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情景,开始的时候你大喊大叫要抓活的,还让警察不要开枪,可是在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你和一个狙击手说了几句话,结果那个家伙一露头就被爆头了,有这回事吧? 丁长生坐起身,目光冷冽地看着谭大庆,这话听在谭大庆的耳朵里,如有一声炸雷在耳边炸响,他不可思议地看着丁长生,仿佛真的不认识,他一样,这件事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但是为什么这家伙知道? 难道仅仅是猜测?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谭副局长,我不知道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事关组织部长闺女的安慰,你以为他会善罢甘休吗? 我不知道什么人会阻止对这件事的调查,但是我相信,只要蒋文山离开湖州的那一天,就是谭副局长倒霉的那一天,不信你试试。 丁长生懒得在和他废话,直接点出来现在的实际情况。 呵呵,丁秘书,我的事不劳你操心,我现在回局里,马上就可以立案,对蒋书记被打这件事先弄清楚再说吧。 谭大庆起身要走,谭副局长,还有件事恐怕你不清楚吧? 什么事?刚刚我女朋友来看我,但是被我骂走了,你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为什么被我骂走吗? 谭大庆转过身,没有说话,他想听听丁长生还有什么狡辩,对于自己的问题。 他是最清楚不过的,这些年跟着蒋海洋父子,他没少捞钱,所以只要蒋文山离开湖州,他要是调不动,那么只有辞职,他不会给那些想收拾他的人机会。 蒋海洋父子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在一个地方死扛着,有句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那些人迟早会找到他头上,而且可以预见,他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还是蒋文山。 我的女朋友叫郑小爱,但是很不幸,他被他的一个上级领导强奸了,可是他又不敢反抗,因为这个上级领导简直是太强大了。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想,谭副局长也不希望自己头上戴着一顶绿油油的帽子吧,所以我简直想立刻杀了那个男人。 但是想了想,还是算了,为了一对肩夫淫妇不值得,特别是为了一个即将完蛋的老混蛋,更加不值得。 但是我还没有想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对付他。 你说我要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来湖州的调查组,会这么样? 丁长生的话,简直可以用颠倒黑白来形容,他还倒打一耙了,明明是他给人家戴绿帽子,现在反倒是他成了受害者了,这上哪里说理去? 丁历数,有些事是不能乱说的,要有证据。 对,你说得很对,所有的事都要讲证据,不知道视频算不算。 谭副局长是老警察了,我也曾经干过几天警察,要不咱摆摆龙门镇试试。 丁长生丝毫不退让地问道,丁秘书,有些事还是不做做绝的好。 我也不想把事做绝,谭副局长,要是换了你,人家都骑到你头上拉屎了,你还得笑着吃下去吗? 丁长生狠毒的比喻,终于把谭大庆激怒了。 丁长生,你不要太过分了。 第二节,过分,是我过分,还是你们过分,一次不行,还有下一次,阁虎是被你罩着的吧,绑架不成。 还有一次跟踪顾小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还有,最好在你立案之前,把那个听了你的话,把绑架顾小萌的犯罪嫌疑人抱头的家伙灭口,不然的话,你的事迟早会有人找你清算的,蒋文山保护不了你一辈子。 丁长生说完,再也不理谭大庆,躺在床上自顾自地睡觉了。 谭大庆狠狠地瞪了丁长生一眼,没有说话,急不出了病房,和站在门口的杜山奎差点撞在一起,虽然这几步路走得气势汹汹,可是转过墙角。 谭大庆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他感觉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似的,变得没有了力气。 杜山奎进了病房,看到丁长生沉默不语,也就坐在椅子上,等着丁长生回过神来。 他发现,自己的脑子在按上一个发动机,也没有这个丁长生转得快,也不知道这家伙脑子里整天在想什么。 杜哥,麻烦你一趟,看看护士长办公室的那个郑小爱走了没有,要是没有的话,叫他来一趟,要是走了的话,就算了。 好,你等会,我马上去。 杜山奎说着走出了病房,但是不一会他就回来了。 很显然,郑小爱已经走了,可是既然谭大庆能找到这里来,很可能是跟着郑小爱一起来的, 也就是说,他已经被人监控了,只是还不知道这是谭大庆的个人行为,还是蒋文山已经知道了。 当时爱国和调查组的人一见面,他就感觉这一次恐怕是雷声大雨点小了。 省里调查组的带队人员是省政府办公室主任安强。 可以说,任何一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无意不是一把手的狗腿子,安强的老板是罗明江。 那么他这次带队下来,很明显地反映了省里的态度,至少是省政府这边的态度。 这个态度,那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安强话里话外,也是这样说的。 特别是当安强提出要和时爱国单独谈话时,这样的意思表现得就更加赤裸裸的了。 安主任,请坐,这一次我们准备仓促了点,不知道刚才的座谈会是否让安主任满意。 时爱国热情依旧,虽然这样的热情很难说有多少营养成分,但是作为地主,这是个态度。 而且有一点,那是很让时爱国得意的,那就是这次的座谈会是在政府这边开的。 而且,蒋文山居然没有被邀请出席,这是不是一个信号? 时事长,我很满意。 我看得出,虽然湖州市遭受了水灾,但是这是百年一遇的大水,人力有时候是不能抗拒自然力的。 我一直这样认为,但是我看到了湖州市政府和人民抗洪救灾的热情,这是很难得。 而且,这要作为当下湖州的一个主要工作方向,那就是灾后重建。 安主任说得对,我们一定会努力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尽早还老百姓一个优越的生活环境。 时爱国街上说道,罗省长一直都对湖州的经济建设很看重,这一次湖州被淹,罗省长素叶难媚。 要不是省里的事多,本身江都市也在抗洪,不然的话他早就来了。 但是他说了,还是希望时事长在方便的时候去省里向他汇报一下这个阶段的抗洪工作。 如果说前面的话,安强说的都是废话,那么只有这句话是时爱国听到的最好听的话。 虽然这话不是从罗明江嘴里说出来的,可是安强的话应该是代表了罗明江的意思,要不然,他一个办公室主任不会说出意思这么明显的话来。 这话让时爱国心里一动,难道这是罗明江暗示自己向他靠拢? 这倒是一个机会啊,自己一直都在想找一个靠山,乔阳不愿意再支持自己。 而安如山书记那里,自己暂时又靠不上,倒是罗明江这里,蒋文山是他的人不错。 可是蒋文山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了,那么罗明江要想控制湖州,必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 而在省里没有确定合适的空降人员之前,时爱国居然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这让他有点飘飘然了。 从前段时间的无头苍蝇一样乱穿,到现在各方伸出的橄榄枝,这不能不让时爱国有了更多的心思。 安主任,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作为市长,我很是惭愧。 这几年来,湖州经济在全省的排名持续倒退,说实话,我真是不好意思到罗省长那里去啊。 但是我是时时刻刻都想得到罗省长的指点,尽快把湖州的经济搞上去。 奈何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吧,所以,爱,不说了,这样吧,等过几天这第一阶段的灾后普查过去之后,我会到省里向罗省长当面汇报工作。 嗯,那好,我在江都泡好茶等爱国兄来了,哈哈哈哈。 一定,一定,安主任,你可不要不舍得你的好茶叶啊,呵呵,那是一定的,肯定是好茶,嗯,来的时候,罗省长让我见到你时一定要给你带几句话。 时爱国一听罗明江还有口语,立刻不自觉地直了直身体,说道,安主任请讲。 罗省长的意思很清楚,目前的湖州一片混乱,不单单是洪水造成的,还有人为的,不单单是老百姓恐慌,干部也恐慌,这样很不利于接下来的灾后重建。 所以目前湖州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稳定,没有稳定的局面,什么也干不成,但是如何让稳定? 要看湖州领导班子的智慧,特别是政府这边,一定要实大局,做大事,有担当,有些事,可大可小,如果一味地把精力浪费在内耗上,经济上不去不说,还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这是最致命的,希望湖州的领导班子能够切记。 安强像是传达什么精神一样,说出了罗明江的话,这话说得太明白了,好几次说得十爱国眉头紧皱,可是他又不好说什么。 这些话什么意思?是拉拢吗?还是让自己为蒋文山的离开保驾护航,可是蒋文山在湖州待了这么久,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事,就算是自己有心,但是有那个力吗? 可是,既然这是罗明江特意托安强带来的话,自己要是不表态,那是不给面子,不识实物了,可有一样,表态可以,我也可以不参与那些事,但是我可不能保证别的人做不出来。 安主任放心吧,我一定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保证胡州的平安稳定。 反正这些话不花钱不掉肉的,说了也是白说,我保证做工作,但是至于工作做不做得通,另当别论。 对于安强来说也是一样,他要的也是一个态度,而且这样一个态度底下隐藏着什么,那不是他关心的,他关心的是石爱国是否当面给他这个面子,他能够回去交差就没问题了。 安强在石爱国的陪同下开完了座谈会,然后又和石爱国进行了只有两个人的密室会谈。 当这一切都结束后,安强婉拒了石爱国的盛情邀请,理由是胡州正处在非常阶段,而作为市长的石爱国事情有很多,所以就不耽误他的事了。 于是,安强一行坚持住到了外面的胡州大酒店,而没有住政府招待所。 石爱国当然知道,安强此来胡州,恐怕并不是为了所谓的记者被绑架这件事这么简单。 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蒋文山配合,保证蒋文山如何能够平安地离开胡州,这才是安强的第一要务。 想到这里,石爱国不禁有点吃醋,罗明江真是够人意,对于一个没用的人居然还这么照顾。 可是对他这个大有潜力的人,居然用的方式不仅仅是拉,还有敲打。 那句希望胡州市的领导雇大局,石大体,有担当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警告他,石爱国不要多事吗? 的确如石爱国猜测的一样,安强一行住进了胡州大酒店后,蒋文山也出现在了胡州大酒店。 每次安强来胡州,蒋文山都会安排得天衣无缝,把安强伺候得妥妥贴贴。 而安强也没有辜贴蒋文山的盛情招待,作为办公室主任,接触老板的机会太多了,所以安强也在很多合适的机会替蒋文山说了不少的好话。 事实就是这样,有时候巴结住领导身边的一条狗都比结交和自己同级别的狼都管用,因为狼是要吃人的,尤其是喜欢吃和他差不多的,因为那都是相互的对手。 而那条狗每天只是摇摇尾巴,就可以博得领导的欢心,试想一下,在领导身边有自己的人是多么的重要,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古代官员无论多么看不起太监。 可是还是争先恐后地去给太监当儿子了。 兄弟,一路辛苦了,海洋,过来,见见你安叔叔。 蒋文山见到安强之后,非常夸张地张开双臂和安强来了一个拥抱,然后叫过身后的儿子,向安强介绍道,其实蒋海洋也不止一次见过安强了,而且和安强的儿子还有生意往来呢。 安叔叔好,一路辛苦了,你们爷俩这是干什么,我是第一次来吗?这么客气,都是自家人用得着这样吗? 安强故作不高兴地对蒋海洋说道,呵呵,对对,都是一家人,兄弟,走,老哥为你接风。 蒋文山拉着安强的臂膀进了宴会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盯这么一个大的地方,因为今晚没有别人,只有蒋氏父子和安强三个人,其他的一概都在门外候着,包括蒋文山的秘书江平贵。 怎么样?路上还好走吧,路面过水,现在又这么冷,恐怕是要结冰了吧。 还好,白天没有结冰,但是晚上可能不好走,这不,晚上不走吗? 蒋海洋殷勤地给安强针满了茶,坐在一边一声不吭地看着两人谈话。 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是他说话的时候,但是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个时候正是蒋家最困难的时候,一定要帮助老爹打完最后一仗。 罗省长身体还好吧? 蒋文山和安强的正式谈话,就从这一句开始了。 省长那边很好,就是担心你这里会不会出什么事,你也知道,在中南省,你是省长的铁杆。 省长希望你这里一定要圆圆满满地站好最后一班岗,至于你的去处,省长正在努力。 但是老哥你也要理解省长的苦心,他在省里也是不容易。 安强陈生说道,当然了,这些都是宽慰的话,其实安强了解到的情况远比蒋文山知道得严重得多。 别的不说,他们这个调查组前脚刚走,听说纪检监察师二世主任何峰已经带人直扑湖州了,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湖州了,只是好像湖州这些人还不知道呢。 我明白领导的苦心,兄弟,请转告省长,我蒋文山绝不会给领导丢人的,这一点我保证。 哎,老哥,你这话说哪里去了?省长的意思是要看开一点,人都要老吗?包括省长自己也是。 虽然这次的事突然了一点,可是你应该有这个思想准备吧?好了,这些是咱就不说了,倒是海洋这里有点麻烦了。 安强将话题引向了坐在一旁的蒋海洋。 蒋海洋心里咯噔一下,但是还是若无其事地笑着问道,安叔叔,我一直很老实的,能有什么麻烦啊? 但是,心里已经在想,肯定还是女记者的事,这个阁虎,枉费自己这么信任她了,这点事都办不好。 那个女记者不是普通人,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她提供的材料,也不知道她居然这么大胆,赶到湖州来采访,而且每件事都是直逼要害,听说她手里的那些材料已经转给纪委了。 而且,纪委很可能已经派人来湖州了,只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的,住在哪里。 安强一席话,犹如一个炸雷,将蒋氏父子震了一个外交里嫩。 那,兄弟有什么好招吗?给我们支一招。 蒋文山沉吟半天问道,这件事还是出在那个跑了的人身上,只要她永远不露面,那么海洋就是安全的。 要是一露面,海洋就危险了,我还从来没见过周虎卿这个老狐狸这么关注省内的事呢。 而且,这回纪委派人下来很可能也是这个老家伙鼓动安书记的,所以该断的一定要尽快斩断,不然的话就麻烦了。 安强斟酌着说道, 隔湖已经跑到南方去了,应该不会回来了,这个暂时应该没问题。 蒋海洋心存侥幸地说道, 安强看了他一眼,没有就这问题,继续深入探讨,自己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多说无意了。 其他的也该收手了, 我已经得到消息,周虎卿的女儿周虹奇即将到湖州公安局挂职锻炼,省厅的意思是挂职副局长,想想吧,他为什么会这个时候到湖州来? 安强若有所思地问道, 如果说刚才安强提到的省纪委已经派人来到湖州的话,让蒋氏父子极度震惊的话,那么周虹奇到湖州挂职,担任公安局的副局长的事,对蒋海洋来说,那就是致命的威胁了。 不单单是蒋海洋,蒋文山也嗅到了一丝不一样的问道,看来省里这是想连根拔起存在于湖州的一些他们看不惯的势力了,可以预见,周虹奇的到来不会是结束。 所以,老哥,咱们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该收手就收手吧,说句不好听的话,海洋这些年赚了不少钱吧,出去随便找个地方,那里不能养老啊,做人要知足啊。 安强的话说得不能再明白了。 第三节,在和时爱国会见时,他警告时爱国要雇大局,十大体,但是到了蒋文山这里,这是劝他赶紧收手,不然的话, 可能连省长也就不了他,这个话要一个省政府办公室主任亲自来说,分量不可谓不重。 这下,蒋文山要好好掂量一下了。 虽然灾后重建工作很是繁忙,但是时爱国依然没有改变的生活习惯,还是到点下班。 准时回家,家里面,他的小妻子已经熬好了稀饭,做好饭菜,等他回去吃饭呢。 就你自己。 阿珍呢,不在啊。 时爱国进家之后,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儿石梅珍,于是向帮自己脱外套的小媳妇问道。 哦,她说自己有事,不回来吃饭了。 这丫头,一天到晚也不知道忙什么。 算了,我们自己吃。 对了,萧红,去把我存的茅台酒拿来,今晚喝一点,高兴。 时爱国吩咐道。 哎哟,你可是好长时间不喝酒了,这是怎么了,有什么高兴的事,说出来让我听听呗。 萧红拿来酒给时爱国倒上,但是倒上酒之后,却不再回到她的座位上,而是逆着坐在了时爱国的大腿上,一只手勾住时爱国的脖子,一只手给她倒酒加菜。 工作上的事,你不懂,和你说了也没用,外面都说你要当市委书记了,是不是有这事啊? 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时爱国虽然是质问的口气,但是并没有生气。 哦,我也是听美容院里的小姐说的,也就是一般老百姓吧,既然大家都这么传了,那还能有假? 这是你不要胡乱说,还没定,明白吗? 嗯,我知道,我可从来没说过,我是市长夫人,所以我还可以帮你微服私访呢,你得谢谢我才行。 萧红搂住时爱国的脖子,娇声说道,好好好,你想要我怎么谢谢你? 嗯,我,我想,爱国,我们要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吧。 萧红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自己的要求说了出来。 哦,为什么,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孩子吗? 怎么突然想起这事来了,我们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时爱国倒是想得开,因为他有了一个女儿,所以内心里不想要孩子。 我是一个女人,女人一生中要是不做母亲,那是一个不完整的人生,所以我需要一个完整的人生。 再说了,我也要有个自己的依靠。 你想想,你比我大二十多岁,要是哪一天你死了,你想让我再嫁给别人吗? 要是有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我就可以认真地抚养他长大,我也不是太孤单。 你说是不是? 萧红问道,可以说,萧红说的这些话一点都不过分,人的一生哪可能都是轻轻我我,哪可能都是一路坦途,所以适当地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不求一直轰轰烈烈,但是至少在轰轰烈烈之后,我们能从激情燃烧后的灰烬中找到人生继续前进的火种。 面对一个时刻要将自己赶走的同学兼女儿食梅珍,这是萧红最后的机会,否则一旦石爱国死了,自己什么也得不到。 而这也不是萧红的最后一步,因为她发现,作为市长的夫人,自己可以利用很多的资源,只是自己一直没有试过而已。 所以有孩子只是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而石爱国至少也有十年的政治生命,所以这是自己以后走的路,一步一步,步步为营。 与安强的省政府调查组相比,何丰的纪委调查组的待遇就没有那么好了,得益于这件事是周虎清调起来的。 所以,纪委一行人到了湖州后直接住进了湖州市军分区招待所。 何主任,这次的事是不是很大,你们要在这里住多长时间? 有了周虎清打招呼,军分区司令员杨成群亲自接待了何丰一行人。 杨成群,我们有纪律,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非常感谢杨成群的招待,但是在案子方面,我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何丰不冷不热地顶了回去,杨成群看了看何丰,心里就有一股气,奶奶的,你不能说就不能说,不会说个客气话呀,算了,这样的人我日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于是,本来安排好的接风宴也被杨成群取消了,你们这伙没有人情味的家伙去吃食堂吧。 这其实正好是遂了和风等人的意,纪委的人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是一个另类,因为他们要整得的人就是自己的同僚,所以一般人很难和纪委的人打交道。 而这些人上升的垫脚石就是那些腐败分子,所以纪委的人难打交道,也没有人愿意也纪委的人多交往。 没事多往组织部跑,说不定哪天被领导看见就在某个需要提拔人的时候想起你来。 但是你要是没事往纪委跑,这些人也会对你熟悉起来,说不定没事就查查你,话说回来。 现在的官员,有几个是屁股真的干净的,有的已经没办法用卫生纸擦了,需要直接换个屁股了。 和风这一次带来九个人,个个都是精兵强将,在招待所的食堂里吃完饭后,加上和风就是十个人,在和风的房间里召开了来湖州后的第一次会议。 上一次在王森林的案子上,他是杀鱼而归,感觉很是丢脸。 省纪委书记李铁刚也知道,和风一直憋着一股劲呢。 所以,这一次安如山提议让李铁刚再派一个案的调查组去湖州。 李铁刚第一个就想到了和风。 下面宣布一下纪律,任何时候任何人出去这个招待所,必须向我请假,而且不许单独行动,必须是两个人一组出去,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开我们的车,或者是坐出租车。 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前不久,湖州纪委的三个人在陪着当事人回家取证据时被大货车撞死,一次事故。 死了四个人,所以任何人都要提高警惕,湖州的情况是很复杂的。 和风一开口就将湖州的严峻情况做了通报,希望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 第二点,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湖州的这次洪灾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 湖州官方的数字是70人,但是已经有人举报了湖州市隐瞒死亡数字的事实。 但是这些事实还需要我们去核实,从今夜开始,我们分片找人谈话。 当然了,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不要公开的好,这就需要同志们辛苦一下。 今晚从几个街道办的主任或者是书记开始,他们是最清楚死亡数字的。 另一个,注意留心在抗洪救灾中是否有毒职行为。 这次洪水是不小,但是如果是应对得当,不应该出现如此大的伤亡。 这一点是谁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查清楚,不瞒各位。 湖州的纪委我信不过,所以到现在为止,湖州官场圈子里应该还不清楚我们来的目的,所以一定要快,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还有什么意见吗? 和风问道,这些人都是跟着和风办了不止一个案子了,所以都没有吱声,他们明白和风的意思。 这就是时间长了行程的默契,就在大家准备收拾起笔记本准备回去时,和风又叫住了大家。 他看着屋里的这九个人,目光从每一个人脸上都扫了一遍。 陈生说道,各位同志,你们都是我信得过的人,所以我才带你们来这里,虽然危险,但是机会很大。 我有这个感觉,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干,关键的是要保密。 因为我们的顶子就得靠这些人的血去染红,所以我不希望我的队伍里出叛徒。 好了,我的意思严禁于此,各位好自为之,去吧。 和风摆摆手,将这些人撵出了房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到窗户上时,丁长生还在酣睡,他昨晚耗费了太多的力气。 虽然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打太极时三世了,但是一拙倒是交给他的吐纳之气,还是很有用的。 而且,通过练习吐纳,他感觉自己的伤口也不是那么的疼了。 杜山葵没有打扰他,但是有一个人可不管这些事。 来了之后,推门就进来了,而且手里还捧着一束糠奶芯,放在了床头上后,一摆拉开了窗帘,明媚的阳光一下子将丁长生照得有点睁不开眼睛了。 适应了一会之后,他渐渐睁开了眼,一个身穿景服,挂着一级景都景弦,一个美人渐渐出现在自己眼前,形容他只需要一个词,英姿飒爽。 几点了,还在睡,昨晚没睡啊。 周红奇问道,呀,你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 丁长生故作惊讶地问道,还昨天晚上今天早上,你先看看几点了,都上午十一点了,怎么这么困啊? 周红奇不满地问道,哎,反正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假期之类的,这不是住院吗?正好休息一下,来坐下吧。 站着怪类的,不做了,我还要回去开会呢,我是偷着跑出来的。 哎,到了这里才知道为什么湖州的治安差了,原来警察的时间都用来开会了。 周红奇无奈地说道,等会,等会,你说什么?开会,你开什么会啊? 丁长生吃惊地看着周红奇,虽然知道周红奇调过来是早晚的事,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我今天上午已经入职了,送我来的领导都已经走了,他们说今天中午要给我接风呢,我这不是先来看看你吗? 再怎么说,你也是为了救我们家的人受的伤?老爷子特意嘱咐我一定要过来看看你呢。 真的?这么快?哎,要不说官二代办事好办呢?领导一句话马上就办。 像我们这样的平头百姓,别说是升官了,光是进入到你们这个队伍里来都得组上积德。 要不然没门,这就看出来阶级差别了吧,谁说我们国家现在没有阶级了,我看现在阶级越来越多了。 丁长生酸溜溜地说道,你少来,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胡乱说话,小心把你钻正了。 行了,晚上我再来看你,你这人太不仗义了,外面那么多人等着看你呢,你倒好,睡起来没完了。 哎,我想过了今天就出院了,在这里实在是休息不好,你看看这一天到晚的,没有个安静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利于休养啊。 对了,你这下来什么职务?省厅的意思是副局长,但是这个还要事理同意才行啊。 嗯,时事长这边倒是没问题,这是我去说,但是我估计新书记定下来之前,你这事还是先往后拖拖吧。 他们现在没时间理你这事。 无所谓,我正好先熟悉一下情况呗。 对了,李法瑞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在湖州藏得很深,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人,但是无论是谁的人,这个人和卫皇集团关系匪浅。 不过,暂时你还是不要动了,现在主要的任务不是卫皇集团,而是蒋海洋。 这个家伙在公安局有一个很重要的钉子,那就是谭大庆。 这个人你可以好好了解一下,估计将来的突破点就在这个人身上。 嗯,我会注意的,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等等,还有,那件事联系得怎么样了? 什么事啊? 嘿,就是安书记的秘书底昆成啊,你不是说能联系上吗? 怎么样? 有戏吗? 我和他老婆说了,我和底昆成不熟,但是和他老婆熟,还没回话呢,你急什么? 哎,不是我急,而是怕夜长梦多呀,现在湖州的形势有多紧急,你不知道啊。 我担心上边失去了耐心,空降一个书记就麻烦了,我这又得好几年爬不起来。 丁长生悠悠地说道,哼,官迷,说到底还是为了你自己啊。 周红旗不屑地说道,瞧你说的,不是为我,还能为谁啊,真是的。 周红旗白了丁长生一眼,没说话,竟只走了出去。 虽然外面已经是天光大亮了,但是湖州军分区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却是乌黑一片,从屋里根本看不到外面,里外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龙岗街道办的主任江和平,艰难地睁开了双眼。 昨晚确实喝多了,因为是已经辞职的前厂务副市长王森林请客。 虽然人家已经不是副市长了,但是对于像江和平这样低级别的官员来说,王森林的面子还是很值钱的,况且是人家请自己去喝酒,自己哪能不去呢? 自己以后还要在湖州混,王森林在湖州混了这么多年,还能没有几个朋友。 万一到了自己的关键时刻,王森林的朋友能说的话得上话,自己不是赚了吗? 况且再说了,这些做领导的,他们家里要是有个什么事,你去了,他们可能不记得,但是你要是不去,他们一准记得你,所以,谁敢不去啊? 这,这,这是哪里,你们是,什么人? 江和平睁开眼,就看到了黑屋里这些人,他的第一感觉是自己被绑票了。 第四节,江主任,你昨晚喝得有点多呀,虽然晚上不禁酒,可是你这样喝法,你看看现在几点了,要不是我们把你带到这地方来,你是不是还得睡下去呀? 和风亲自审道,不是,各位大哥,大家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还是有什么事? 直说吧,是要钱还是要其他什么?说个数吧,江和平还是看不出这些人的来历。 是啊,要钱,你能拿出多少钱,看看能不能买你这条命? 和风顺着江和平的话往下走。 十万,可以吗? 江和平小声问道。 你说呢? 和风不动神色地问道,他只是觉得自己怎么就像是一个绑匪了。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居然蠢到这个地步,居然还没有看出来这里面的问题。 两百万,不能再多了,这是我的家底了。 江和平沮丧地说道。 和风一直冷冷地看着这个街道办的主任,一个街道办的主任居然能拿出两百万。 这可是一个意外之喜,虽然还没有查清楚这两百万是怎么来的。 可是和风已经预感到这个江和平绝对有问题。 先不说这件事,说说你的工作吧,你这个街道办辖区这次死了多少人? 和风画风一转,直接切换到了洪灾人员伤亡上。 五十七个,你,你问这些干什么?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江和平这才觉察到,这些人似乎有点不对。 说仔细点,大部分都伤亡人员是哪里的,你这个街道办主任不会不知道吧? 和风冷冷问道。 你,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江和平,我劝你还是不要问这么多,老老实实回答问题,我们是省纪委的。 和风最后说道,记,纪委的,你们找我什么事?我可什么都没干。 江和平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一听到是纪委的,心里已经开始哆嗦,而且是省纪委的来找他,这下就更慌了。 他也不想想,他一个街道办的主任,用得找省纪委的人来查你吗?你够那个级别吗? 江和平,你刚才说你能拿出来两百万,我想知道,这两百万你是从哪里来的? 这这,我这是胡说的,我没说我有钱,我说的是我可以去借钱。 江和平面红耳赤,开始语无伦次了。 江和平,这件事先放一放,如果你在接下来的回答中配合得好,说不定这件事我可当作不知道,就看你的表现了。 何丰适时杀住了口子,给江和平留下了希望的悬念。 神,什么事?这次洪水,你们龙岛街道办到底死了多少人? 何丰说完之后,目光炯炯地看着江和平,江和平和何丰的目光只是接触了一下就瞬即闪开了,他不敢继续看下去, 因为何丰的目光简直就像是一把刀子,随时都可以直指人心。 这个,我也记不清楚了,可能有十几个人吧。 江和平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怕死把纪委的人当成了绑票的,但是现在脑子逐渐清醒过来了,只要自己的生命暂时没有危险了,那么他就可以与纪委的人虚于尾夷了。 十几个人,江和平,我们这次到湖州来,是带着指标来的,也就是在湖州无论是大鱼还是小夏,我们是要按个数来的,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个苍蝇,所以不在乎,我们不管,银子腿也是肉, 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不会问第二遍,因为我没有那个时间和你玩。 何丰说完,不再说话,但是越是这样,房间里的气氛越是压抑。 江和平在紧张地思考,自己该怎样回答,看得出来省纪委的人不是冲着自己来的,自己这样的小角色是不可能劳动省纪委的人的,但是如果自己不回答,或者是回答不准确,自己都可能成为这些人发泄的目标。 而且,省纪委的人既然将自己请来,那么其他街道办的人也跑不了,这种事其实就是法不择重,蒋书记在厉害,还能和省纪委的人对着干。 这一次省纪委的人明显是冲着蒋书记来的,那么,自己还硬顶什么呢? 我们收到的报告是73人,和风眉头一皱,光一个龙岗街道办就是73人。 这一个地方就超过了湖州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这一下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说的是真的? 嗯,都是下面报上来的,应该是没有错的,这个数字我们也报给了区里。 但是过了不久区里,就下了通知,关于各街道的洪灾死亡人数要严格保密,不许任何人向外泄露,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江和平在第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就再也无所顾忌了,竹铜岛豆子一般将龙岗街道办的所有事都掉了底。 死亡人都是什么人? 因为龙岗街道办辖区内有火车站老站,所以有一些是流浪乞讨人员。 这些人平时就睡在桥下和寒洞里,所以那天晚上没有跑出来,也有一部分是留守独居的老人和孩子,街道办都有统计明细,拿来一看就很清楚了。 江和平很配合地说道,第二天一大早,有人看见军分区招待所里,车辆进进出出。 沈纪委的这些人像是打了鸡血一样,斗志昂扬,但是在蒋文山看来,这些人就像是已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寻着那一丝丝血腥,张开大口,向自己直扑过来了。 这样的是根本瞒不住,也没有人愿意隐瞒。 所以,沈纪委已经进驻湖州的事情,在湖州官场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原本湖州纪委书记汪明浩装作不知道这事的,可是蒋文山偏偏不放过他,一个电话就把他叫到了市委书记办公室。 明浩,怎么回事?湖州纪委是不是已经破产了,还是倒闭了? 我们自己的事凭什么让省纪委的人来插手? 你看看他们找的那些人,哪一个够得上需要省纪委来管的级别? 蒋书记,我也不想让人家在我们的地盘上为所欲为。 在来之前,我和李铁钢书记通了个电话,说了这件事,但是你猜李书记怎么说? 李书记说让我不要多管闲事,你听听,蒋书记,在我们自己的地盘上我倒是成了多管闲事的人了,我能怎么办,纪委也是党的干部。 既然李书记这样说了,我也懒得管,爱咋咋地吧。 汪明浩所幸将这件事全都推给了省纪委书记李铁钢,你蒋文山要是有那个胆子,您尽管找省纪委书记讲理就是了。 明浩同志,你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你看看,胡州现在成什么了,他们连个招呼都不打。 随便找人去谈话,这是干什么,现在胡州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搞好灾后重建,这样搞得干部人心惶惶,工作还怎么开展,老百姓会怎么看待我们,这样会不会更乱。 蒋文山一连几个反问句,把汪明浩晾在了那里。 汪明浩知道,这是蒋文山在发泄不满,可是这种不满对他发泄是没用的,他只是一个地级室的纪委书记,他不可能去违背省纪委的意思。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装聋作哑,现在在蒋文山的办公室里也是徐树进曹营,一言不发。 对于汪明浩消极态度,蒋文山也是感到有一种无力感,他现在才明白,此时他已经渐渐失去了对胡州市的控制,这个属于他的王朝已经接近崩溃了。 蒋书记,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看到蒋文山在愣神,汪明浩起身告辞道,蒋文山看了他一眼,微微汗手,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汪明浩刚走,谭大庆进了江平贵的办公室,老板在干什么? 谭大庆问道,江平贵摇了摇头,低声说道,纪委的汪书记刚走,老板心情很不好,你要是没有十万火急的事,最好还是不要去打扰他,我都没敢进去。 哎,这件事还真是十万火急的事,我必须要见他,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必须请示他,以后才好往下做。 谭大庆为难地说道,那你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免得我跟着你挨骂。 江平贵耸耸肩说道,谭大庆无奈地上前敲敲门,得到里面的应声才敢推门进去,本来汪明浩走后,蒋文山躺在老板椅上闭目养神呢,听到敲门声很不高兴,他是强压着愤怒叫人进来的。 大庆啊,什么事?蒋文山一见,探头进来的是谭大庆,火气小了一半,但是语气还是很生硬。 老板,你让我办的那件事有眉目了,但是比较麻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来找领导请示一下。 哪件事? 蒋文山愣了一下问道,他实在是想不起来自己吩咐谭大庆干过什么事。 谭大庆也是一愣,自己老板这是怎么了,居然连他自己让自己干过的事都不记得了,这个样子怎么可能再继续当市委书记? 他的心里也是一阵极度失望,但是本着忠诚的原则,他还是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老板,你忘了,是关于郑小爱的事。 谭大庆提醒道,哦,对,我记起来了,怎么,有什么进展吗? 蒋文山一下子来了兴趣,从躺着的姿态变成了做起来了。 嗯,虽然现在不是很确定,但是那个男的应该就是他,可是有一点我拿不准,那就是,打你的人也许不是他,而是另有其人,可是郑小爱那个男人应该就是他。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控制起来,一审不就得了。 蒋文山急躁地问道,这个旗齿大乳,他是忘不了的,而且现在想起来,自己的脖子还很疼呢。 老板,这就是我的为难之处,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我怕这个时候给你添麻烦。 不是一般人? 是什么人? 蒋文山语气稍低,但是语气里透露着非常大的不满,他还真想不起,在湖州谁可以和自己争夺女人。 丁长生,时事长的秘书。 咬了咬牙,谭大庆还是说了出来,只要自己把事情摆明了,你们怎么斗,那是你们的事。 对于蒋文山,我可是仁至义尽了,他已经打定主意,只要蒋文山离开湖州,自己立刻辞职,绝不会给他们开出自己的机会,而且自己要跑得远远的。 他知道,这一次是把丁长生得罪恒了,从那晚和丁长生谈的过程和结果来看,这个年轻人绝不是好相遇的人,所以自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丁长生,他怎么会和郑小爱搞到一起的? 蒋文山一边问,一边在自己的脑海里搜寻这个叫丁长生的年轻人,可是好像是跟随石爱国来过自己一趟,除此之外,自己还真是没有见过他。 我调查过,丁长生来湖州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新湖区教育督导师副主任,而郑小爱是新湖区教育局长,很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谭大庆小生说道,有多长时间了? 蒋文山强压着内心的愤怒问道,好像有几个月了吧,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谭大庆小生解释道,这个狗娘养的,她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去,随便找个理由把她关起来,我倒想看看她有几个脑袋,还有,把郑小爱和婊子给我叫来,马上。 蒋文山简直出力愤怒了,为什么以前没有人敢对自己怎么样? 难道是看,现在老子要走了吗? 老子就是走,也不是你们这些人可以欺负的。 老板,恐怕现在这样做不合适,丁长生受伤了,现在在医院里呢? 而且,我在局里,现在也不好说话了,这是要暂缓。 谭大庆本不想说,但是还是心意横说了出来。 本来他这样说,也只是给蒋文山一个交代而已,他现在已经不想再把自己搭进去了。 毕竟,省纪委的人就在胡州,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为什么?因为他受伤了。 蒋文山不满地对谭大庆吼道,不是,因为他这伤和隔壶有关,也就是为了救省城那个女记者受的伤。 而且我打听了,我们局来的这个叫周鸿琦的女警察,就是省军区司令周虎清的女儿。 听说下来是挂职副局长职位的,这个时候,要是没有过硬的理由把丁长生关起来的话,对老板更不利。 谭大庆苦口婆心地劝道,蒋文山是听得一个脑袋两个大,要不是谭大庆这么一说,他还真是闹不清这里年的干系。 正像谭大庆说的那样,要是贸然行动,说不定会给自己惹来麻烦的。 你先出去吧,这是我知道了。 蒋文山摆摆手说道,老板,还有,我昨天和丁长生见过面了,我本以为能镇住他,但是事情很不理想。 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个刺头,他说郑小爱是他女朋友,还说你要是不怕丢人,他也不怕。 弄不好大家摆到桌面上,让大家看一看,所以我觉得,老板,这件事还是算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一个郑小爱,不值得。 谭大庆忍了又忍,最后还是劝了劝蒋文山,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以前他就像是一个惊疤狗,蒋文山说一他绝不敢说二,但是现在也敢对蒋文山觐见了。 蒋文山当然不会把丁长生这种小角色放在心上,他在意的是他背后的人。 比如,他救的那个女记者,如果自己采取什么措施,会不会把背后的人也得罪了? 这是他不愿意放手去做的原因。 可是他这个时候不做,转眼之间他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三天之后,一纸调令将他彻底从湖州的政治版图上抹去了,至于他走之后还会有多少影响力,这是不可预知的。 当然了,谁也不会闲得没事干去预知这样无聊的事。 好了,这期分享到这了,我们下期继续吧。